英女王鞠躬盡水 在她駕崩之前 我想不夠48小時 去為英國做最後一件事 就是任命卓惟思惟首相 我們看的那兩張相片 剛才我和老仲一直看著 很精靈 但是想不到病情急轉直下 96歲高齡的英女王 復復何求 能夠在她人生最後一程 都能夠完成一個很重要的功績 見證著英國首相的換人 其實之前大家都有些奇怪 為什麼卓惟思和Johnson 要飛到蘇格蘭 前一陣 呂宏已經離開了倫敦 飛到蘇格蘭 其中也在皇室的室內生活休養 我想她已經知道自己是殖養 真的是96歲 對香港人來說 英女王來過香港兩次 1975年還是1986年來的 她去了兩個屋邨 我還記得當時很多地方政務官 其後都升了做大官 當時能夠半家 是否有些傳統的 有些封建 半家 不過我們中國人就有些半家 亦都是很特別的 都可以看到 當香港人年紀大小一代 對英女王各方面不陌生 今時今日 大家都知道 有間伊莉莎白醫院 又是伊莉莎白場館 還有很多伊莎白 全部都是以她的名字來命名的 英女王對英國人來說 那種親和力 我自己覺得由她年輕 我看回她的照片 到一路接觸她 我覺得她的樣子變了 變得極之祥和 我們英女王很年輕 去承繼這個帝位 當時正面對一個英國江河下舍 就是這個不樂國 這個帝國 慢慢是沒落情況 接著就大戰 大戰期間 更加令到英國 你看過 俗二治大戰的 鄧九克大撤退 當時邱加爾等等 有一個在最動盪的時代 慢慢撿回好的國家 當然 女王來說是為專而無權 她地位有專屬 但她基本上沒有實質的權 政治權益 但她的精神 我們和阿卡權都很覺得 一個領袖的精神的感嘲力 其實泰王 死了一個 蒲微鳳 蒲微鳳也有這樣的凝聚 她不是經常出來說話 但當國家有事 她出來說的話 就是能夠安撫民心 消利了很多國家的矛盾 在她在世的時候 蒲微鳳在世的時候 軍方也有幾次的動作 我不用政變 蒲微鳳一出聲 基本上你好好醜醜 你都要擺平 所以令到泰國也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雖然她有很多屆的總理 都有事 譬如現在的巴玉 都是一個軍事政變出來 但是新一代的泰王 金飛色彼 現在未來英女王駕崩 王處查理斯守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即時繼位 所以英女王在位最長的一個君主 查理斯也是stand by 最長的位置 王處繼承她自己都已經垂垂腦異了 另一方面 看到英女王的親和力 當然今天 譬如有些歐洲國家仍然有這個 所謂的帝制這個傳統 已經沒有了皇室那種很特別的親和力和魅力 英女王除了她在位時間長之外 她個人的魅力真的很特別 細細粒粒 又不是說走出來的外形很有光雀 你發現她那種魅力很內斂 你走出來 你覺得這個人是很慈祥的長者 也成為了英國一個精神領袖 他的套裝也都令到英國人 甚至其他國家世界的人 都很深印象 誰夠膽穿得全是檸檬黃 整套檸檬黃 或者是紫色 或者是天藍色 當然皇室很多形象顧問 很多事情都為她打點打點 不過你撐一件衣服才行 那種魅力就很特別 當然隨著英女王的嘉賓 也看到英國的傳統皇室制度 都可能受到很多衝擊 卓慧斯年輕時都反對 都要廢除帝制 但是對她宣佈英女王的死訊 評價英女王的時候 她都相當尊重 說今天英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因為有她 亦都是 英女王我想在未來的日子裡 仍然在英國人心目中 但是怎樣呢 反而看看皇室是不是豎倒胡宣散 你看見查理斯在英國人心目中 對她的評價 大家都心中有數了 當然英國都可能維持 這個傳統的帝制一段時間 但是那個影響力 魅力和受尊崇的程度 和對國民的凝聚力 都會隨著 伊利三百二世的離開 都慢慢 退色了 新一代叫做英皇查理斯三世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G G 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